强调时下3C产物对男女老幼的巨大改变 林桂华以细微的观察和精致细腻的笔触 描绘出现今生活的样态 这个就是时代 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就为这个时代留一个记录 至于这幅躲猫猫 则是描绘了那个曾经隐身在环境 躲在橱柜里的孩子 在置身室外的聆听着外围动静的同时 却有一双露了线的脚丫子 成了存在的证据 这幅已经被日本企业主收藏的画作 林桂华特别借展出来 让参观民众一包眼福 我们常常说人要保有赤子之心 所以我又从这些小孩子身上 好像回复到那种感觉 林桂华曾任国中教师赴美进修后 从事进出口贸易和夫婿在美国创设 电子公司是标准的企业家 但她工作之余难以忘情绘画 在美国休息绘画后 十多年前返台成为了专职的画家 林桂华这次展出的系列作品 把对人类社会样态的关注 以及对社交生活的深刻观察 都借着细腻的笔触和创意的展现 呈现在所有观赏者的面前 而既有印象元素 又充满写实风格的画作 也让参观民众留下深刻印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台南市报道